护工到一座神秘的古宅硬体 可诡异的是 大宅门口洒满了朱砂 宅子里也找不到任何一面镜子 但这还不是最古怪的 当他见到要照顾的老人时 老人竟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老人充满恐惧的眼神中 明显有话想对他说 可就在这时 他的老伴端着药走了进来 原来老人不久前因为中风导致全身瘫痪 每天必须按时用药 否则就会像刚才一样 身体不受控制的扭动 果然当老伴喂完了药 老人的状态明显安静了很多 可护工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照看过的病人少说有十几个 而老人明亮的眼神 完全不像中风的病人 夜里外面下起了暴雨 一声惊雷把护工惊醒 紧接着从老人房间传来一声巨响 护工赶紧起身上楼 等推开房门时 却发现老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打开窗户 才看到老人竟顺着屋檐向前爬行 结果一个不小心 从屋檐摔到了地上 他赶紧推轮椅下楼救人 却意外看到 于是暂时把床单藏了起来 等第二天 律师过来更新遗嘱时 护工想把床单拿给他看 却发现上面的字迹竟然消失了 宅子里发生的种种怪事 让护工觉得这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突然他想到一个地方 阿婆之前说老人是在阁楼中风的 没准那里会有什么线索 等他来到阁楼时 果然发现了阁楼的尽头 还有一扇门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护工带着疑惑质问阿婆门后 关着什么东西 可阿婆却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自从他们搬进来后 就没打开过那扇门 不过应该和某些脏东西有关 所以他才要在房子周围 撒上屁邪用的朱砂 说完还提醒护工 你最好也别进去 可偏偏越这么说 护工的好奇心越重 于是他趁着老半步注意 偷偷撬开了那扇房门 而门后的空间让他大为震惊 里面堆满了巫术用的各种摆件 缝上眼睛和嘴唇的木偶 画满符咒的红皮书 还有一个三头蛇的戒指 除此之外 还找到一张背面 写着献祭的唱片 他迫不及待地带着唱片回了公寓 可是有黑妹听到后 却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说这是非洲一种古老的糊涂巫术 而那间阁楼里 一定举行过某种献祭仪式 听到这护工突然想起什么 老宅里没有镜子 而阁楼里却堆满了镜子 如果是阿婆故意藏起来的 说不定他就和巫术有关 于是为了测试阿婆是不是巫师 他在老人床头悄悄挂了一面镜子 结果等阿婆看到后 直接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老人家里没有镜子 护工贴心地挂了一面 可老人的老伴看到后却非常生气 还大骂护工 在我的房子里不允许出现镜子 护工看到阿婆这么激动地反应后 也不装了直接摊牌 他说自己去过阁楼 还发现了不少巫术用具 如果不说清楚阁楼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就准备辞职走人 阿婆无奈只好点起一根黑烟 讲起了老宅的历史 九十年前 这里原本住着一个银行家 他家有两个孩子和两个非洲仆人 而那间阁楼 就是两个仆人的房间 这天晚上银行家举办了一场派对 就在大家玩得开心之际 两个孩子却突然消失 等众人找到阁楼时 却发现两个仆人正在教孩子使用巫术 银行家大为震怒 于是联合众人把两个仆人吊在树上 活活烧死 之所以房间里不能放镜子 是因为通过镜子能看到两个仆人的亡魂 自己的老伴也是因为照了镜子 才导致像中了鞋一样全身瘫痪 可护工非但不信 反而还说自己也照过镜子 为什么没有中鞋 阿婆说巫术这种东西 你只要不信他就伤不到你 听完阿婆的故事 护工还是半信半疑 直到这天他正准备给老人洗澡 可老人却一直盯着他的镜子 于是他试着把镜子对准老人 看来老人还真是中鞋了 不过护工突然灵机一动 既然巫术能害人 那说不定巫术也能救人 于是他找到一位巫师 向他描述了老人的症状 希望可以传授他破解之法 按照巫师的方法 他一边念动咒语 一边用水清洗老人的头 没多久 老人居然真的开口说话了 尽管老人口齿还不太清楚 但他的手势却非常明确 他害怕的其实是自己的老伴 可惜还没等老人多做解释 护工就被赶出了卧室 看来这个宅子不能再待下去了 护工赶紧收拾行李准备跑路 可看到可怜的老人 他还是不忍心丢下他 于是拿起相机拍下了证据 想说服律师老人的遭遇不是意外 极有可能就是阿婆造成的 可律师却说他想太多了 阿婆怎么可能害自己的丈夫呢 除非能找到证据 否则律师也没办法帮他 就在护工准备回老宅寻找证据的时候 阿婆似乎也有所察觉 他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邀请护工共进晚餐 护工当然明白 这一定是场红门宴 结果一头栽了下去 不过护工可不是为了害他 而是为了救人 因为阿婆是个巫师 他为了能延长寿命 不惜对自己的丈夫下手 结果把老人弄成了半身不随 但他的阴谋却被护工发现了 于是护工先用药迷晕了阿婆 然后趁机带老人离开 但老宅的大门已经被锁了 他只能开车去撞 结果门没撞开车子也抛锚了 与此同时 老巫婆也已经醒了过来 他拿着枪找了出来 护工只好先把老人藏起来 自己划船离开去找救援 他第一时间找到律师 说自己拿到阿婆害人的证据了 就在律师准备报警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趁律师出去接电话 护工就在房间开始闲逛 结果这不逛不要紧 一逛还发现了的惊天秘密 律师的桌子上放满了自己的照片 而且抽屉里还有一枚 和阿婆一模一样的三头蛇戒指 难道律师也是个巫师吗 还没等护工反应过来 就被律师一把揹住脖子 然后又被带回了老宅 护工这才明白 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 要献祭的根本不是老人 而是年轻的自己 危急时刻他想起巫师说过 红砖灰可以避邪 正好自己房门口就洒过砖灰 于是他趁律师分神 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 结果律师看到地上的砖灰后 还真就不敢进去了 可一直待在房间里也不安全 他还是得想办法逃出去 随着老巫婆的声音越来越近 他只能绝望地逃进阁楼 在这里看到了满地的蜡烛和镜子 突然他想起了那个庇护咒 既然现在逃不掉 那不如就用这个保护自己 因为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于是他开始按照上面的方法 开始排兵布阵 等老巫婆找上来时 护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阵法 他以为自己安全了 殊不知恰恰落入了巫婆的圈套 他画的根本不是庇护咒 而是为了防止祭品逃脱的限制咒 原来从一开始 老巫婆就是故意让护工抢走符咒 目的就是让他一步步相信巫术 因为祭品只有相信巫术 仪式才能进行 随着律师放出献祭的音乐 仪式也正式开始 但心里早已承认了巫术的存在 否则他也看到镜子里的亡魂 也就是前两人的祭品小女孩和阿婆 最后现出了黑人女仆的原形 随着镜子破碎护工也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从阿婆身边捡起一根烟 熟练地抽了起来 现在护工身体住着的 其实是那个黑人女仆的灵魂 原来献祭仪式并不是转家寿命 而是灵魂交换 这样巫师就能实现永生 想必律师身体里也是那个黑人男仆了 天亮之后 救护车赶到了老宅 而护工和那个老人也被送往了医院 两人对视一眼 一切静在不言中 其实电影想告诉我们的就是信仰的问题 不管是神佛也好巫术也罢 如果信那就贯彻到底 如果不信也别过分沉迷 就像做事一样 如果相信能成功就坚持到底 如果不行就趁早抽身 否则犹豫不决 到最后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